物价这么贵 这一家怎么办呢 大台湾小角落我们来看的是苗栗厚龙 这名老太太已经86岁了 她的儿子过世之后呢 三个孙女都由她一间抚养 一家四口靠着一个月 才一万多元的薪水来过活 根本不够 于是她一个人做资源回收 贴补家用 已经86高龄 还得这个不能够享受天伦之乐 这么辛苦 面对镜头不仅哽咽 一想到才过世几天的儿子 阿嬷哭了 看着儿子的照片正值壮年阶段 不过因为长年喜盛 最后撒手人寰 留下三个孙女让老太太抚养 一家四口现在只能像这样 做资源回收 贴补家用 最大的孙女 今年才就读二年级 默默地陪在老太太身旁 整理物品 不过这个家 在老太太的丈夫多年前过世 加上儿子前几天也因病离开人世 一家重担 全落在他老人家身上 三个姐妹一字排开 对于家庭状况似乎心里有数 高龄八十六岁 黄老太太这样的年纪 本来应该享受天伦之乐 现在却得因为一家家计 打起精神 抚养三个孙女 就算有当公务人员的丈夫 留下每个月半薪 一万多元的基本收入 但老人家的际遇 让人心酸 中天新闻同讯品苗栗采访报道